詞曲 李宗盛 詞曲 李宗盛 曲 李宗盛 詞曲 李宗盛 詞曲 李宗盛 李宗盛 这个关于第一个 台大总流医学部 李宗盛医师 李宗盛 他也是关于这个 他可以对比照着 参加一个 李宗盛 给总的来诅 李宗盛 李宗盛 是台大一个 CPA 之后 在台大总流部 内科部训练 然后在总流 训练专科医师之后 身份组织医师 然后到 国内科医师 冰检三年 然后再回来 台大总院 他专门 工作在 DAN CANCER 治疗 DAN CANCER 这准处 他参与很多 李宗盛医院 包括很多 官员跟总部的 PAPER 今天很高兴 邀请 李宗盛医师 他在做这个 第一个套分 那请大家 鼓掌 欢迎李宗盛 谢谢施教授的介绍 那很荣幸 今天有这个机会 跟大家来分享 关于肺癌在 标白药物治疗上 但如果产生抗药性后 那最近几年的发展 那这几几年 其实这是一个 最近几年非常热门的题目 那因为等一下会提到 非常多药物 那为了避前起见 我还是要讲一下 我跟他们没有任何的 利益冲突 那首先先很简短的 跟大家回顾一下 在目前这个时候肺癌 在晚期肺癌的标准治疗 大概是怎么样 那这是今年 今年五月份 发表在 National Clinical Review National Review Clinical Oncology 的一个review article 那五月发表了 不过在 从五月到现在 也有非常多的进展 那简单的说 就是晚期的肺癌 我们现在大概 都已经在临床上 都会把它分成 Non-squamous 即使几乎都是Atenococynoma 那或者是Squamous cellocynoma 那Squamous cellocynoma 在去年以前 标准治疗 最后是Partinum-Face Kymus-LP 第一线 就是Docytase 或者其他药物 那去年开始 又多了一个 Remocytum-Map 千年多了Remocytum-Map 去年多了 Neloma 这个免疫治疗 基本上第三堂的 苏医师 应该会跟大家介绍 那在 这个月 应该是几个礼拜前 那第一线的 Squamous cellocynoma 又多了一个 Monochromantide body HF Monochromantide body 那在美国上市 那但是呢 我今天主要讨论的是 另外一部分 Non-squamous cellocynoma 那在我们目前 临床上 把它分为很多 由Docytum-Mutation 所trigger的 Long-Adenococytum-Map 那在台湾 也在欧美很多地方 主要是分成 EGFR 跟AOK 先看这两个 有没有Mutation 或Translocation 那如果是有 那如果是有 在台湾最长期 有EGFR Mutation的话呢 那在我们大家常用的 第一线药物治疗 像第一代 或第二代的EGFR EBIT HERLOTINI 或APAPINI 那因为这个 表是从美国人的立场来看的 所以在美国 在今年九月以前 是没有GIFTINI 所以后来在九月份 GIFTINI 终于在美国又重新上市了 所以现在在美国第一线 也其实跟全世界同步 我们第一线的标白药物是 第一代或第二代的 EGFR ERLOTINI GIFTINI 或APAPINI 那接着后面就是PIMO SERV 如果失败了 传统上就是PIMO SERV 当然这两三个礼拜 也有一些改变 那如果说EGFR 的Mutation之外呢 另外一个 现在大家比较熟知的是ALK 就是EMO 或ALK Translocation 那第一线的药物治疗 是PRELOTINI 那第二线呢 那也有些等下 就是在花点时间 跟大家分享的 已经有些第二线的药物出来了 除了这个 美国上市的THERLOTINI 之外 还有其他药物 那我们等下再跟大家一起分享 那如果没有EGFR 或没有ALK Translocation的病人 那就是剩下的LON 可能下一堂民家提示 会跟大家介绍的 其他的Driver Mutation的治疗 但简单的说 在目前的标准治疗 第一线仍然是PARTIMAN-Based 的KEMO SERV 第二线则是DOCITASO OLEDOCITASO PARTIMAN-Based 一两个月前 那又多了一个Nivonumab 免疫病房 那这是目前 在我们这个时候 这个当下 那晚期肺癌的 一个标准治疗 那我今天所要特别 多重的是在EGFR 跟ALK 这两个大家比较常见 而且已经有非常多低线药物的 ALK 的治疗 的标白药物治疗 那在ALK 这个疾病 其实跟其他癌症不太一样 它很特殊 就是它不是一个病 它是非常多不一样的病 那每一个Tensor 每一个ALK 都有它独特的Mutation 而这个Mutation 会驱动这个癌细胞 这个细胞成为一个癌细胞 而这个Mutation 比起一个癌细胞里面 会有非常多Mutation 但有某一个Mutation 在这种ALK 有Driver Mutation的 它有一个Mutation 比其他的Mutation 还要重要 所以 只要有这个Mutation 几乎这个癌细胞就会活 当然反过来 只要把这个Mutation 把它抑制掉 这个癌细胞就会死 那这是一个很简单的 一个Driver Mutation的观念 ALK 根据它的Driver Mutation 可以分成非常多种 大概 在台湾 非常亚洲 非常常见的是 1G2Mutation 大概在亚洲的 Lamite Casinoma 40% 但是在欧美只算 15% 那在欧美基本上 比较常见的是 KROS Mutation 跟抽类相关的 不过在台湾 跟亚洲的地区 是比较少见的 那另外可以要 是ALK的Mutation 其他比较罕见的Mutation 包含HER2 ROS1 RECT BRUF 那就不是我今天所要探讨的主题 我今天所要探讨的是 目前已经有 标白药物治疗的 EGFR Mutation 跟ALK Drizz Location 我们现在看 EGFR Mutation 的Lamite Casinoma 这是一个 其实在我们这边 非常常见的 Lamite Casinoma Subtype 那它在过去 经过过去十年的 一个大概 十几个大规模 丁床试验的证实 它证明说 EGFR Mutation 是在亚洲地区 非常常见的Mutation 而且 它是EGFR 抑制剂 最重要的Predicted Mark 也就是 它可以预测 一个病人 到底 是不是该使用EGFR Mutation 这是一个比较早期 但是也是一个 非常重要的 一个临床试验 第三期临床试验 iPath Trial 在亚洲 亚太地区所执行的 2009年 发表在 英格兰占奋 它是第一 它是第一个成功的 把EGFR Mutation 跟 Chemotherapy 两个 1比1比较 但是 这个study 它最后的结论 它的Primary Endpoint 最后结论 是 第一代 EGFR Mutation 并没有输给传统的化学质量 但是 它比较重要的是 它的 subgroup analysis 作者 Tony Mark 又把 它的所有的 分成两个type 一个是有EGFR Mutation 一个是没有EGFR Mutation 那这里我们先看右边 我们可以看到 在实现的是 Gifritinib 虚线的是 Chemotherapy 标准的Chemotherapy Carboplatin 加Paklitaxel 那可以看 大家可以看到说 在有EGFR Mutation 的 给了它的病人 那基本上 它的病人 如果能够使用Gifritinib 它的 Procreation Free Survival 会比使用传统化学治疗 Carboplatin Paklitaxel 还要好 但是 反过来 更重要的是 如果他没有 这个病人 他的tumor是没有EGFR Mutation 的 整个故事就会反过来 那实现在这个地方 Gifritinib 它会inferior 传统化学治疗 Carboplatin Paklitaxel 那这个study 是第一个study 能够证明说 EGFR Mutation 必须是 如果能够使用在有 EGFR Mutation 的病人 那它的Servival 会比较好 后面一共 总共有13个 大规模的临床试验 同样 都是非常类似的设计 都是EGFR inhibitor 比上 control group 也许是化学治疗 也许是pracible 那 当把所有的病人 全部都铺定栽起 进行meta-analysis 那 杨志欣教授 在2013年发现说 那 把13个大规模的 临床试验 全部铺定栽起 的话 那 如果病人使用了EGFR 有EGFR Mutation 的病人 使用了EGFR inhibitor 基本上 它的progression free survival 都会比control group 还要好 反过来 如果是EGFR Y-type的病人 那 去年 韩国也发表了 一个meta-analysis 把所有 大概10个大规模 临床试验 第三期临床试验 EGFR Y-type的病人 那把它收集起来 那发现说 相较于化学治疗 如果这个病人 他的肿瘤 不带有EGFR mutation 那么 使用 当病人使用了EGFR抑制剂后 反而会更差 在所有 当所有data pooling 栽起之后呢 这个data显示说 作为EGFR Y-type病人 那 比较好的治疗 第一线治疗 是chemotherapy 所以这几个 这些 所有大规模临床试验 包含了 这两片 重要的meta-analysis 告诉我们说 第一代 EGFR inhibitor 必须使用在有 EGFR mutation的病人 可是呢 所有临床试验 也都告诉我们说 所有的病人 大概在9个月 到12个月左右 有的 Alphatin 可能累到13个月 但是到最后 绝大多数的病人 几乎所有的病人 最后仍然会产生 disi-progression 也就是所有的病人 最后还是会产生 抗药性 所以这个领域 在从2009年之后 在过去的大概5年 其实有非常快速的进展 大家开始探讨 如果EGFR 产生了 inhibitor 在这些病人 产生了抗药性后 后面应该怎么办 有些人做一些 早期 其实也是这几年 做了非常多的一些研究 有想要用 使用各种方法 来overcome EGFR inhibitor drug resistance 第一个方法就是 因为 传统上当EGFR 抑制剂 失败以后 接着第二线 就是要给病人 使用化学治疗 第一个问题就是 在给病人化学治疗之下 是否在病人 再继续使用 原本的EGFR抑制剂 仍然是有效的 那早期有几篇 比较小型的研究 但是在最近 一个比较大规模的研究 就是impress trap 那是randomized phase 3 trap 把病人分成两组 病人本来 在这些病人 他本来就必须要使用 标准的化学治疗 Syspartame plus Pemetracid 那这时候把病人分成两组 一组病人是 Syspartame叫Pemetracid Prot Gifitinib 那第二组病人 则是 就是Protin 加上Pemetracid 那原本是希望 说有些病人 也许继续使用Gifitinib 能够得到更好的 Procretion free survival 但是非常遗憾的 大家可以看到这个地方 和这个地方 他这两组的病人 基本上 他的治疗的response rate 并没有差异 而且两个Procretion free survival 基本上是完全相等的 也就是说非常遗憾的 那如果一个病人 他再使用了 第一线的EGFR抑制剂 然后治疗失盖之后 那这时候 如果我们再给病人 当病人要接受化学治疗 那这时候 如果再给他病人说 原本的EGFR抑制剂 是没有帮忙的 那也就是说 我们没有办法 利用这个strategies 才overcome 他的drug resistance 那对于第一代的EGFR抑制剂 那 因为第一代的EGFR抑制剂 比如Petracidinib 或Alotinib 他基本上跟他的EGFR抑制剂 他的邦点是用reversible的邦点 也就是他的邦点 Affinity是比较弱的 那这几年 大概过去十年 有些比较强的 以reversible的EGFR抑制剂 那也都发展出来 而且他们的临床时间 都做 几乎都做完了 所以第二个方法就是 如果我没有办法 用原本的EGFR抑制剂 来治疗病人 那我能不能用更强的 强而有力 也许是强五倍 强十倍的一个EGFR抑制剂 硬把那个癌细胞杀掉 因为我们假设这个癌细胞 它仍然是非常依赖 这个EGFR抑制剂 那有两个重要的大规模 临床试验 一个是Aphatinib 一个是 这个是Flyther 这个字不太好 念Tower 在台湾也没有上市 那Aphatinib 在台湾基本上 就非常有名 因为整个药物发展 在台湾有非常重要的贡献 那Aphatinib 已经被证实 在第一线是可以用来 治疗有EGFR mutation的病人 但是对于EGFR 第一代的EGFR抑制剂 它治疗失败后 使用Aphatinib 或者是使用更强 另外一个EGFR 更强Ireversible EGFR抑制剂 能不能有帮忙呢? 很遗憾 我们可以看这两个大规模的 临床试验两个Flytherap 那一个是Laxdown1 那第二个是VR26 的两个Trips 那我们会看一下 两个group 就是它都是Aphatinib Versus Procebo 或者是Darkatinib Versus Procebo 大家可以看到它的 Responderate大概就7% Persible的组 大概就是小E person 或小E person 那对于有EGFR mutation的病人来讲 7%的Responderate 坦白讲 是不是很漂亮的一个Responderate 那他们这两个试验 都可以看到 它的Properation Free Survival 大概都是三个月 比上一个月 Properation Free Survival 是有差别的 但是病人的OVER Survival 是没有差别的 所以告诉我们说 对于这些病人 在使用第一代EGFR抑制剂 治疗失败之后 我给病人使用一个 更强而有力的EGFR抑制剂 会不会有效呢 也许可以改善它的一点点的 Persible 但是对OVER Survival 没有帮忙 那这是用前面这两个方法 我们看起来 都没有办法能够 让我们很满意的来治疗 对于那些有EGFR抑制剂 治疗失败之后的这些病人 如果他不想打化疗 那我们都没有用 而他非常想要使用 不要把药物的时候 我们没有很好的方法 来克服他的这个 这个药抗药性 所以我们必须要来探讨 是为什么EGFR抑制剂的 使用之后 会产生抗药性 在过去十年 其实有非常多的研究 那来探讨EGFR抑制剂 使用之后 到底那个癌细胞 发生了什么事情 那后来就经过了 非常多的研究 那几千个病人 是我对他复令栽结 后画出了这个原病图 那我们现在有一个 比较明确的概念 到底这些癌细胞 其实癌细胞是改变 因为癌细胞本身产生的改变 所以说他对原本那个药物 是没有效的 那在EGFR的故事里面 非常有趣的是 有非常多的病人 超过大概一半的病人 他是在EGFR上面 他原本就已经有一个突变 接着在EGFR上面 又产生了第二个突变 所以原本那个药物 就没有办法 原本的药物 没有办法间接到 这个EGFR上 因此产生抗药性 那其中最重要的 占了将近一半 就是所谓的 在TT90 amputation 就是在EGFR 它的EGFR 这个 protein上面 第790个 amino acid 本来是一个 这个 amino acid 变成了 那从TT90 amputation 变成Mexinione以后 原本的EGFR的药物 就没有办法间接到 它的EGFR上 所以就原本的EGFR 药物就没有效了 当然还有其他的 那麦克林 例如说像Metan Plification PIC3CA 的Activation DRA for HER2 那有大概10% 可能5到10% 会产生什么 Seal Down Cancer Transformation 这些加起来 大概占了其他的一半 那当然有大概20% 是我们目前不知道的 那因为 这里告诉我们说 其实它的图 它的抗药性 其实有一半 可能是由这个TT90 am 所造成的 所以 大概在最近几年 我们大家突然想说 我们能不能针对TT90M 来发展它特别的 Inhibitor 来克服它的抗药性 那一个非常重要的 study 2009年发表在Nature 那个美国 Harvard Universal 他们那边所发表 出来的在Nature 那这也是个 漫画时代的突破 那他们终于第一次 发现了原来 这种Inhibitor 是存在的 人类可以设立出 所谓的EGFR TT90M PIC inhibitor 那这个Inhibitor 专门是能够对抗 EGFR 带有TT90M 的Mutation 这个蛋白质 当然 他所预意牺牲掉的 就是他可能对 原本没有带有EGFR TT90M的 原本Wiretype的EGFR 它的Activity 可能会比较差一点 那可以 我们可以从动物实验 来看了 他这个药物基本上 他们在 这篇Nature文章里面 他们有三个药物 这三个药物 当然现在都没有发展的 现在已经有其他的药物 都把它叫做W的一堆编号 一些编号 那我们来看动物实验 W4T0402 那可以看到说 底下这个是 他们养老鼠 把癌细胞养到老鼠身上 那这个老鼠都带有 不管是 原本的EGFR Mutation T790M 不管是Deletion 19 或者A50AR 的Mutation Fast Plus T790M Mutation 那可以发现说 没有吃药的 是Vehicle的 那它基本上 老鼠的肿瘤就一直长 那给了 那个老鼠吃了 这个EGFR T790M Specific Inhibitor 之后呢 老鼠长的速度 就会变很慢 那这是一个动物实验 告诉我们说 这些药物的确可能 会work在 EGFR 带有T790M Mutation 的这些Center Cell 那反过来 它这边讲 如果它是没有带有 EGFR T790M的呢 那这些 这三个药物基本上 这是它的 Gross Curve 就会发现 这三个药物基本上 是没有办法 抑制癌细胞生长的 刚刚讲 前面2009年 是讲动物 讲癌细胞 那在人体 它能够怎么样 它是不是这样子的 model是不是真的 因为过去有非常多的经验 在动物跟老鼠 老鼠跟癌细胞里面 成功的药物 造的人体是失败的 那很幸运的 这些药物 应该是会成功的 那一个药物叫做 现在它已经有药名了 在几个礼拜前 它叫做AZD-92-91 不过它现在 因为在大概是一个月内 它在美国FDA上市了 所以它现在有一个药物 叫Ossimertinib 非常难念 那我们来看一下 它的 他们就是在 他们把这些 这是 今年发表在 Ningland Channel 这篇论文 那可以看到说 有EGFR的 Mutation的病人 在使用EGFR抑制剂 失败之后 那接着他把这些病人 他的FACE-1 study 让这些病人 我们把它的组织 间体拿出来化验 那如果它里面 带有EGFR T790M的Mutation 那让病人 使用AZD-92-91 这一个药物 那看这个Water Flow Plot 的话 可以看到说 以30%当Cup off 这是一个Respon rate 的Cup off 那它整体 大概有60%的病人 它肿瘤可以达到 Resist criteria 上面所定义的 Partial Response 那这是一个 非常不错的一个Respon rate 因为几乎可以 跟第一代医学法律之际 它达到Respon rate 差不多 60%的Respon rate Properation Free Survival 如果是化学资料 大概是5个月 但是这个Phase-1 study 它的这个 带有EGFR T790M Mutation 的病人 使用了AZD-92-91 之后呢 它Properation Free Survival 达到13个月 所以这个是 非常惊人的 能够有效的 improve病人的 Properation Free Survival 那对于如果 它没有带EGFR T790M 的Mutation 如果它产生抗药性 后去做切片 那里面 没有发现EGFR T790M 那它的Respon rate 基本上大概 就剩20%左右 Properation Free Survival 可能大概4个月 那这个药物 它现在 它的第三期 临床试验的 试验也完成了 很新 很让大家高兴的是 在大概两个礼拜前 在美国FDA 也合和它的上市 但是这并不是唯一 一个EGFR T790M specific inhibitor 那我们目前 在临床上 发展的还有其他的 EGFR T790M specific inhibitor 那另外一个 也是发表在今年 临床试验 的这个药物呢 叫做COE 1686 那 Rosy Dectinib 这类药名 其实都蛮复杂的 它其实 它也是一个 T790M specific inhibitor 那它们也得到了 在 在今年 当它论文 发表的时候 大概7月的时候 它得到了 跟9291 差不多类似的 的一个 的一个 就是如果带有 T790M 的 Mutation 那 Rosy 它们在 60% 那如果没有的话 大概是 20到30% 火国薰 Free Survival 有T790M 是13个月 那没有的话是 5.6个月 不过比较遗憾的是 因为一些 一些问题 这个药物在美国FDA 两个礼拜前 没有让它上市 要求它再补一些资料 所以我们目前知道说 其实对于这些 带有T790M Mutation 的病人 那 现在已经有 非常好的药物 那 其中比较成功的是 ADD9291 那可以让病人 当它带有 T790M的时候 我们可以用 这样一个 T790M specific inhibitor 来 overcome它原本的 drug resistance 那当然 我们原本的 病人 原本也带有 EGFM 吃了第一代的药物之后 产生抗药性 接着 产生T790M 我们又给病人 使用了T790M 的抑制剂 那不可避免的 病人最后 还是会产生抗药性 那所以 我们又想要再重复一次 原本的故事 就是 它为什么会 产生抗药性 我们有没有办法 再一次 第二次 再去overcome 这个drug resistance 那现在 我们走到哪里呢 我们走到是 我们还在探讨 它为什么会产生抗药性 我们还没有办法 知道它 它要如何 overcome 这个drug resistance 不过至少 我们现在已经有一些 比较初步的报告 那在 也是今年 那在那个 National Medicine 发表这篇文章 他们 这些作者呢 把这个病人 这些使用AZ9291的病人 他们的协议拿出来 做 Next Generation Sequency 那发现说 其中大概有20%的病人呢 可以发现了第三个EGF 的Mutation 在它的EGF上面 叫做797S 那 C797S就是 那个 第797个amino acid 上面 本来是16 变成S 3 那 797的位置 就是EGF 药物 要跟EGF 去bunding 那个covalent bound 的位置 就是它间接的地方 所以说 当这个地方amino acid 变化以后 它没有办法产生 控价件 EGF的药物就没有办法 间接到 这样的EGF上面去 所以药物 要提出EGF 那产生抗药性 那 这边的Study 基本上它除了在病人的血液里面 发现了这个第三个Mutation之外呢 它们也利用一些动物实验 和细胞上面去养细胞 把这样的C797S 种到癌细胞里面 那也的确发现说 带有C797S的这样的Mutation 的一个癌细胞呢 它对于AZD9291 是比较有抗药性的 那主要理由就是 在当有第三个EGF mutation 产生以后 EGFR的药物 不管是AZD9291 或是前面两篇 所提到的 AZD9291 或是有EU86 都没有办法去抑制EGFR 它的phosphoration 因此EGFR 会持续有活性 来驱动这个癌细胞 我很简单的 用这一张Size Summary 我刚刚所跟大家分享的 EGFR药物的抑制剂 在目前是 对于带有EGFR mutation Lung adenocarcinoma病人 他是第一线的Standard streamer 那 几乎大部分的病人 在使用腰之后 会产生抗药性 那TT90M 可能是里面最重要的一个 那目前已经有很好的 TT90M specific inhibitor 那不管是在 对于癌细胞 对于动物实验 或者在临床上 那 现在已经有一两篇报告 来探讨 对于TT90M specific inhibitor 的抗药性 那 对于那些 没有带有TT90M 的突变的Lung adenocarcinoma病人 目前仍然是需要更进一步 临床研究来发展的 那接着我来跟大家分享一下 第二个 我们最常见 平常上比较常见的 Lung adenocarcinoma subtype 就是ALK ALK就是EML4 ALK 这在一个chromosome tool上 它本 人类第二对 癌细胞里面第二对 忍色体自己的转位 那造成ALK anaprotic lymphoma kinase的 过度活化 驱动这个癌细胞的生长 那这个致癌基因 是在2007年发现的 那很快的 在2010年就有一个妖物 叫Cresotinib 它原本是另外一个 另外一个蛋白质的抑制剂 不小心发现说 它刚好可以抑制 是ALK 所以就把它拿来发展 对于这个 这种肺癌的治疗 那很快的发现 它应该是有效的 所以当这个致癌基因 在2007年被发现以后 2010年 美国FDA 就approved Cresotinib这个药物 那事后呢 经过两个大规模 临床试验 也都发现说 这个药物的确 对于这类的病人 是有效的 以这一篇 在去年发表在 Ningland Journal的文章 可以看到说 分在低线的治疗 那带有ALK Translocation 那病人分两组 Cresotinib或者是 传统的 Chemotherapy Cresotinib的确可以 有效的 improve病人的 这类病人的 population free survival compare into chemotherapy 但是呢 同样的 再一次我们看到 跟EGFR 抑制剂一样的故事 这些病人 还是会产生抗药性 它抗药性的产生 最常见的 还是跟EGFR 抑制剂的抗药性 非常类似 在ALK的这个 蛋白基因上面 又产生了 第二个Mutation 但ALK的 Inhibitor 没有办法 见解到那个蛋白之上 不过呢 它的Mutation 比较复杂 它不是单 不像EGFR 是PC90M Mutation 是Dominion 所有的Mutation 这里的Mutation 种类非常的繁多 那另外还有 ALK Amplification 有些是它的 EGFR activity会上升 还有其他的 当然大概一样 又有在20-30% 我们目前不知道为什么 那有没有办法 来克服这些Mutation just like EGFR 抑制剂的故事一样 当然是可以的 那刚刚讲 在2010年 Cresulting 这个药物上失 在美国上失 很快的 在2011年 的时间 新一代更强 更potent 更specific的 ALK inhibitor 就被发展出来 例如说 这个药物 这个药物 CHC 现在已经改名字了 它现在在 后来改名字 因为被 若取给买走了 接着现在它叫 Aletinib Dipic Aletinib 那这个药物 那这个药物 在日本也上市了 那我们先看 这个药物如果使用在 如果病人过去 不曾使用过 Cresulting 那很惊人的 可以发现说 达到了一个 30% Col-Op 是Response 那几乎所有的病人 病人的肿瘤都会缩小 其中一部分 可以得到Compress 那虽然有些病人 后来他并没有Compress Parture Response 但是这整个的Response 其实是非常好的 那几乎所有病人 都会得到疗效 那如果病人过去 曾经使用过Cresulting 也就是他已经 由Cresulting所产生的 抗药性呢 那Aletinib 基本上它的Response 大概也 它在Face 1 trial里面 它的Total Response 大概是60到70% 更重要的是 这个药物 它可以进入到Brain 里面去 它号称它可以进入到Brain 里面去 因为过去我们 治疗肺癌有一个 当病人可以活得很久的时候 有一个非常痛苦的事情 就是病人 脑子会转移 然后没有药物可以去治疗它 在放射线治疗之后 没有药物可以去治疗它 那Aletinib 这个药物 号称它可以进入到Brain C 通过Brain Barrier 那可以在 在它的这八九个病人里面 有五个病人 它有Brain Metastasis 那你其中这五个病人 这九个有Brain Metastasis的病人 它有五个达到Cresulting response 前面这两个是第二代目前 已经上市的 Alcanib 那有没有更强的 因为同样的 第二代的 第二代的Alcaninhibit 还是会产生抗药性 那有没有更强的 来克服第二代 Alcaninhibit 抗药性之后 更强的一个inhibit呢 目前还有一个药物 还在实验室 可能应该也是要 进入到临床的 这个也是一串数字的一个药物 那它是一个更强的 一个Alk 跟Rose 1 Inhibit 那这个药物 才刚刚在大概三个月前 发表出来 在Cancer Cell里面 那它可以对抗 它可以克服第一代 或第二代 第二代就是 Aletin 那这些Alcaninhibit 当它产生抗药性之后 它用这一个更强的药物 可能有机会 至少在动物实验 或者是在细胞学里面 可以去克服这个抗药性 我们可以看这些 这两个图 我们看右边的就好了 大家可以看到 这一串 是各种Alkretin 产生抗药性以后 这个Al可以上的一个mutation 那 浅蓝色的是PF 掰着这个药物 那它可以看到 往下是代表癌细胞被杀掉 不管是哪一种 那它们浅蓝色的 掰着这个药物 都可以去杀死癌细胞 但是其他的药物 不管是Credotin 绿色是Cheritin 黑色是Aletin 或多或少都会有一些抗药性 虽然Aletin跟Cheritin 可能对于其中某几种 它突变可能会有效 但是对于 例如像这个GE202R的话 是 不管是第一代或第二代ALP 你以为的都是没有效物的 但是这个 更强的Phil这个药物 这个我们目前还在做 临床研究的这个药物 可能会有机会 来overcome这个Drogry Sigm 而且当然 这个又 again 它又号称它可以通过 Problem Variant 所以可以去治疗头部的转 简单的跟大家整理一下 刚刚跟大家分享的 Credotinin 这个第一代的ALK inhibitor 能够 prolong Proportion Free Survival 不管是在第一线或第二线的 相较于第一线的化学 或第二线化学 那目前已经有 比较potent的ALK inhibitor 例如是Ceritinib 或Aletinib 可以来overcome 这个Euclidotin 所产生的抗药性 但是不管是第一代 或第二代的ALK inhibitor 都可能再一次再产生抗药性 那所以目前仍然在研发 在临床上 也在实验室里面研发 更强的ALK inhibitor 来overcome 这个drug resistance 那以上是我的报告 那 谢谢大家的聆听 不知道大家有什么问题 那感谢你 是很精采的深入的演讲 那因为实践的关系 我们如果有问题 我们要治疗 我们提醒 再次感谢你先